通常,肥胖不是就诊患者的主要抱怨,但在许多治疗动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等的患者中存在。 医生必须建议患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营养来减少体内脂肪,通常会开药。 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位体重指数为55的患者患有二型糖尿病。 他告诉医生他多次尝试减肥,在处理了这些尝试的历史后,教授建议这名妇女去外科诊所进行减肥手术。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肥胖治疗的最大问题是医从性,多年来积累得超重现在多年来。 我的医生,你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大多数肥胖计划承诺患者快速成功,但不保证保留。 在长期减肥的保守疗法中,最重要的是营养、运动和持续行为疗法的控制组合。 独自瘦弱的患者通常会逐渐再次增加体重。 目前的德国肥胖指南描述了肥胖手术治疗的六种基本程序。 例如,由于多种原因,实际上已不再进行德国的胃数带手术,那些不可逆的手术因其在营养吸收不良方面的副作用而受到批评,现在被认为是备用手术。 最流行的手术是绣状未切除术、近端旁路和Omega Loop旁路。 例如,与斯堪德纳维亚国家相比,德国治疗肥胖症的手术干预数量非常少少4倍,大约为每人17次。 10万人口。 然而,德国外科医生在最严重和最年长的患者中进行此类手术的经验最多。 通过手术,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显著减轻体重。 例如,五年后,患有管状胃的患者体重减轻50%,糖尿病缓解率约为60%. 通过旁路操作,这些数值甚至分别超过了60%和75%。 管状胃、绣状胃切除术是当今世界上最常见的手术。 管状胃的主要优点是在技术上总是可以进行手术,即使体重指数非常高。 此外,如果这次手术没有帮助患者达到目标,还有其他选择,从形成管状胃的第二次手术到旁路手术。 该手术也适用于一型糖尿病和慢性炎症性肠病患者。 反对管状胃的一个论据是,不守规矩的患者体重增加的速度比旁路患者更快,因为逐渐管状胃扩张。 这导致相对较高的在手术率20%到40%,管状胃的形成会加重患者现有的胃内容物反流到食道的问题。 经典的近端胃旁路手术比锈状胃切除术更复杂,并发症也更多。 然而,它具有一些不可否认的优势,反流疾病的显著改善,二型糖尿病的更好,缓解率以及显著的长期体重减轻。 然而,由于胃囊小和食物通道的改变,吸收不良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需要持续预防性的更换维生素和矿物质。 作为经典胃旁路术的替代方案,Omega-6,旁路术越来越受欢迎。 手术比近端分流术简单,但吸收不良的影响更为明显。 肾气的发生频率较低,可以对体重指数明显较高的患者进行手术。 与近端分流相比,二型糖尿病的缓解甚至更好,但存在感到反流和残端癌的风险。 情况可总结如下,对于胃灼热和糖尿病,建议进行搭桥手术。 在体重指数非常高,超过60的情况下,通常只有绣状胃切除术或糖尿手术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新方法,如胆一分流术,仍被认为是实验性的,可以在少数中心进行。 肥胖的手术治疗是有效的,但它们都是高度侵入性的。 对于体重指数不是很高的患者,一种侵入性较小的方法,内窥禁位成型术,收紧未必,从而减少其体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内窥禁手术的侵入性较小,但效果也较差。 体重减轻低于其他手术方法,但住院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于仅改变生活方式,一年减重1%,相比,内窥禁手术结合改变生活方式更有效,一年减重13%。 所有的活动,无论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结实,药物治疗。 手术还是内窥禁手术,都不仅仅是为了减肥。 首先,我们谈论的是生活质量和患者愈后的普遍改善。 不同的方法绝不是相互竞争的,它们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遏制肥胖大流行的共同目标。 未来医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研究减少患者肌肉质量的问题。 对抗肥胖的方法,其中肌肉质量损失较少,将被认为是最可取的。 在为特定患者选择最佳方法时,这一方面仍未得到充分考虑。 我们会在短时间内处理患者的请求,并与医生协调即将就诊的各个方面。 患者从医院收到用于医疗目的的指示性成本估算,我们公司提供额外服务的估算。 我们订了一个约会日期,医院向患者和德国领事馆发送邀请函以获得签证或在免签证制度的情况下向边防警卫出示。 抵达后,我们为患者提供翻译并帮助解决所有医疗、文化和家庭问题。